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国小在每年的学期开始 都会有美术班的老师带着学生 来到校园当中的香草园体验采收香草 日前淡水国小美术班老师郭炎黄 特别带着美术班五年级还有四年级的学生 进行采收香草的活动并制作香草茶包 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国小每年都会有美术班老师 带着学生来到校园当中的香草园体验采收香草 而日前由淡水国小美术班老师 带着美术班五年级还有四年级的学生 进行采收香草的活动 让五年级学长姐带着四年级教如何采收 并且使用采收下来的香草植物 进行制作香草茶包 我们希望让学长学姐带着学弟学妹 亲自来采摘香草 可以去开发他们的触感 可以去让他们跟土地亲近 然后去感受这个香气 让他们知道原来植物可以跟我们这么的接近 也可以是有很多的感受 让他们可以互相帮忙 那我们今天采收完之后 除了去做香草茶包之外 我们还会修剪出三四百只的枝条 我们要到至三楼的三楼楼顶 我们要开辟第二个香草的种植园区 美术班老师表示 这次让孩子不只是体验采收香草 还将这些香草采收后 制作成为茶包 让孩子带回去喝香草茶 另外还有让孩子所制作的彩绘玻璃瓶 桃杯还有篮篮桌布 搭配成为一道非常美丽的香草茶摆设 让小朋友认识香草植物在生活当中的应用 是抓住一把 然后再用剪刀放在 从下面两只手掌的长度 从那边剪 感觉就很特别 因为之前的话是有体验过几次 但是如果没有读进美术班就不会体验到 就是要很大的力气 很大力气 那还有什么味道吗 很香 让小朋友可以亲自照顾 未来他们可以继续开发后面的香草课程 那在他们忙碌之后 我们也帮他们预备了 我们用香草茶巴泡的香草茶 让他们用自己画的彩绘玻璃瓶 然后自己做的染布 自己做的桃杯 可以让他们去享受 透过美术创作 然后完成他们生活 由美学 美学进入到生活 这样子一个课程 另外这一次更将学生所采集下来的香草枝叶 移到学校大楼的屋顶 开辟第二处的香草园来种植 而这一次透过如何分辨香草 再来品尝香草 也让学生越来越喜欢 而接着就让孩子们学习种植 包括了左手香 甜菊 迷迭香 还有万寿菊等植物 介绍给学生 让孩子透过体验课程 将艺术美学 进到生活当中 记得许多安逸淡水采访报道